这绝对是2024我看过最爽的一部国产电影 一名杀人犯自曝大名前来自首 没想到警察根本没空搭理他 原本以为犯下大案自己的名字众人皆知 可眼前却被要求像普通人一样排队 更让他气愤的是 无意间他发现自己在通缉名单中只排名第三 这让他觉得自己还不够有价值 于是决定干掉排在他前面的两名通缉犯 这样他就能像古时候周处除三害中的周处一样 大家只会记住周处而不在乎他除掉的是谁 而之所以他要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疯了 而是不久前医生告诉他得了肺癌只能活三个月 非常过瘾的一部动作犯罪电影 精彩的剧情反转和主角炸裂的演技 让80万人打出了8.1的高分 还没看过的小伙伴强烈推荐去看一下原片 保证不会让你失望